这些都是普希金代表的诗歌 所以说普希金他作为一个文学家 首先他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诗人 因为他最早写出来的 12岁写出来的 最早开始写的也是诗歌 之后才是小说家 他有的小说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写的 就比如说叶弗盖尼亚念经 其实就是以诗的形式讲述故事 就比如说希腊的史诗 叫河马史诗 是不是通过诗歌的形式 来讲述特罗伊亚战争 是吧 第二个说一下小说 小说比如说短篇小说黑桃皇后 那么黑桃皇后 她被改编成了歌剧 在舞台上也可以来演出 她讲述了俄国上流社会 她用离奇夸张的情节 就是这里边 就是什么幽灵啊 什么吓死人啊 这些东西都有 这些情节都有 那么小说比如黑桃皇后 我简单说一下啊 黑桃皇后啊 那么她是一个关于赌博的故事啊 就是好赌 在赌场里边好赌 赌很多很多钱 黑桃皇后在你们觉得是扑克牌里边的什么呀 黑桃 那这个皇后呢 Q 对对 Q啊 黑桃Q 黑桃Q啊 就最终啊 这边的主人公赫尔曼 有的翻译是格尔曼 赫尔曼 都可以啊 赫尔曼在弄到 在最后她看到自己的牌子黑桃皇后的时候 她疯掉了啊 那么赫尔曼本来 莉莎 这有电影 你可以回去看啊 莉莎还有一个是伯爵夫人 这讲义上有一小段 你可以看啊 伯爵夫人她已经八十多岁了 她是赌场上的高手 她知道怎么样赌 能够赌赢 关于这个怎么赌啊 她那里边的规则 呃 我自己看 我也看不明白 我跟别老师杀了也杀了不明白 因为她可能是俄罗斯的那种 那种玩法 但是 但是最后那个说 说什么样是赢 这个你知道就可以了 哈尔曼她是一个年轻的男子 莉莎呢是伯爵夫人的养女 她八十多岁了 这莉莎很年轻二十多岁 是她养女 伯爵夫人叱咤 叱咤赢赌场很多很多年 但是现在她已经基本上不赌了 因为年纪实在太大了 那么赫尔曼呢 她经常泡在赌场里面 她光看别人赌 但是自己不敢赌怕输 那么她她听说呀伯爵夫人 她有一套就是 比如说我怎么赌都会赢 我就知道出什么牌 秘籍 对 赌博秘籍 所以说她非常 她非常希望把想把这个秘籍 搞过来 但是她没有 没有机会接近伯爵夫人 所以说她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 对 就跟你想的一样 吴振宏 她想的办法是跟丽莎结婚 就是她给丽莎写信 给丽莎写信 但是丽莎呢 她没经验 她能有什么经验啊 赫尔曼给丽莎写信 丽莎呢开始根本就不理她 她从哪冒出来这样一个臭小子 来接近我不理她 给她回信不行 那么赫尔曼呢还是坚持给她写 坚持给她写 一直写一直写 丽莎终于 终于被感动了 没死啊 那么所以 所以赫尔曼啊 收到了丽莎的那封信 说哪天哪天 我将陪这伯爵夫人出去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回来 那么十一点半的时候 等我们都安顿好 安顿好了 准备睡觉了 连侍女啊 门妹啊 她也基本上都睡觉了 你可以 我们可以见一面 就是见一面啊 那么伯爵夫 伯爵夫人 就丽莎的房间啊 她在伯爵夫人房间的里边 因为她很看重这个女儿 把她放在一个就是相对安全的 封闭的地方 而且需要通过一条暗道 那么赫尔曼在就是在门口 看站着 看她们都进去了 一个一个老太太 什么披着貂皮大衣啊 什么就是特别特别雍容华贵 进去之后 进去之后啊 赫尔曼跟着 赫尔曼跟着进去了 所以赫尔曼就躲在这个房间里边 漆黑的夜晚 那么她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来的 偷秘籍 偷秘籍啊 但是秘籍不是一本书 而是伯爵夫人 脑袋 脑袋里边啊 不是脑袋 那么所以赫尔曼啊 赫尔曼此时 那么蹲了一会儿 在墙角蹲了一会儿 她来到伯爵夫人的床前 逼着伯爵夫人 让伯爵夫人告诉她 出什么牌才能赢 那么伯爵夫人就是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个 相当于是 一个怪 一个外人给吓 给吓住了 在那一直 吭吱吱吱吱 一直说不出来话 那么赫尔曼逼得又很紧 见伯爵夫人一直说不出来话 赫尔曼就拔出了枪 用枪威胁她 最终让她告诉自己答案 但伯爵夫人看到枪之后呢 她本来是坐在那里 被赫尔曼吓得坐起来了 那么赫尔曼 把枪一拔出来 伯爵夫人 咣当一下子倒 倒到后面去了 是吗 对 被吓死了 伯爵夫人就这样一下被吓死 因为老年人的心脏也不好嘛 就这样一下就被吓死了 快打他了 所以 所以 所以赫尔曼呢 赫尔曼一看 就是她倒了之后啊 赫尔曼还不知道 她自己把伯爵夫人给吓死了 然后还拽然的在那晃 快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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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赫尔曼 赫尔曼又是 等她 等她情绪稳定下来一看 才知道伯爵夫人呼吸都已经没了 那么她赶紧跑到里边 莉莎的房间里面 莉莎等了她很久 她来了 赫尔曼慌慌张张的 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很老实的人 她把别人吓 她本来就不太敢说话 她在把别人吓死之后呢 心里再装着 装着一些事儿 她是不是更害怕了 所以说等她见到莉莎之后啊 很慌张 莉莎就 莉莎就问她 说你怎么来晚了呀 另外你怎么 对啊 脸色苍白 你怎么这么好像 胆战心婴的感觉呢 赫尔曼就跟她说 我不是故意的意外 在外边把伯爵夫人给吓死了 莉莎一听 她很疑惑 就是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你怎么把伯爵夫人给吓死了呢 就问赫尔曼 她不生气 对 到底是 当然是 对 她得问清楚嘛 这是其中的原委是什么 就是你怎么把伯爵夫人吓死了 赫尔曼一说 我要想要她的那个秘籍 但是她呢 又不告诉我 一拿枪一下把她给吓死了 所以此时莉莎才知道 赫尔曼接近她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 接近她的原因是为了最终接近伯爵夫人 所以说莉莎 就感觉被欺骗了 那么赫尔曼一看 吓死了伯爵夫人 那么又让她 其实本来是很喜欢丽莎的 但是 但是即便再喜欢 但是这样一说呢 丽莎是不是很 很伤心啊 所以说赫尔曼啊 最终她没有得到丽莎的心 她又把伯爵夫人给吓死了 所以说赫尔曼就 就在黑夜里面 就逃就是 荒不择路 就逃了 逃回了自己的家里面 过了几天 过了几天 她一直提心调短的 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看到窗窗口啊 飘过来一个幽灵 脸色 脸色惨白 渐渐的靠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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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靠 靠近在床上躺着赫尔曼 赫尔曼此时已经眼睛这么大大的 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伯爵夫人就说 那你是为了要 那个怎么能够 赌银牌的方法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 你得照顾我的女儿 就是因为我 我死了之后 没有人再去照顾她 她一个人 虽然说有很多很多 下人 就是比如说门卫啊 比如说侍女啊 但是没有一个是她的亲人 所以说你要答应我去照顾她 那么我来告诉你 就是你出这三张牌 三 七 艾斯 这艾斯 后来我看了一下 它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那个 对 红桃 红桃A啊 就是 对 这不是真的 他们赌牌的方法 他们一种赌牌的方法 就是 你出每天啊 就是 第一天你就选这张牌 第二天选这张牌 第三天选这张牌 你不能每天都赌 你要每天都赌的话 你肯定 会输 就是 第一 第一天你就赌一次 你就选三 第二天赌一次 你就选七 第三天赌一次 你就选这S 就是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规则啊 这是俄罗斯的玩法 可能是 那么把这个秘笈告诉他了 那么赫尔曼呢 那我能发财了 我能发大财了 那么 呃 他去 此时他去不立杀了 就是 但是 这个秘笈把他已经冲昏了头 冲昏了头脑 不去管令山 他直接奔向了赌场 在赌场 他与西欧来的 就是出手最大方的赌徒 坐在一起 去赌博 没到一亿两亿啊 就是 呃 第一天他把所有的钱 又借啊 又弄啊 自己所有的钱 放他了470万 然后他赌了3 然后西欧的这个大款输了 输了之后 就是 他还是尽量保持很平静 我来压一张牌 祝和您重新回到这里 尔曼先生 祝您好一开始 我赢了 您就拿钱吗 是的 您都费心了 那么第二天又来了 他把自己的470万 再加上昨天赢的470万 又一起放上了 第二天他要了7 他又赢了 900多万 940万 第三天 第三天啊 就把所有的钱 又都放上900多万 900多万 那么 他要 他要的 就以为我要了S 我能我能赢 但是 他没想到最后翻牌的时候 说 A4 A4 赢了 但是没想到就是 很像主持人啊 这样的角色告诉他 你这不是 不是A4 你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黑桃Q 这是一个黑桃皇后 A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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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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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皇后 输了 哥尔曼身体抖了一下 果然他手里的不是S 而是黑桃皇后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不明白 怎么会弄错了牌 在这一瞬间 他仿佛觉得黑桃皇后 眯着眼睛冷笑了一下 出奇的想象使他震惊 就是那个老太婆 那么伯爵夫人就是让赫尔曼最终把所有所有的钱全都输了进去 赫尔曼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最终他就疯了 我觉得疯比自杀还要惨吧 是不是 叶甫盖尼奥涅金 这里边 这个是一个人名 这是一个人名 奥涅金 主要是以他为中心的 塑造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就是 不是另一个字 吃喝玩乐 精神空虚 他没有任何追求 后来他患上什么 空虚症 忧郁症 感觉自己每天很没劲 对 就是没事闲的那个人 那么奥涅金是这里边的主人公啊 整篇小说基本上是与他为线索贯穿下来的 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官 那么家里边非常非常有钱 不用他干任何事情 所以他每天的 每天就像普希金的妻子一样啊 出去跳舞 出去唱歌 出去聊天 此时 此时啊 奥涅金听到达吉林达说到这样的话之后呢 将军骑着马 将军骑着马啊 就回来了 小说到这就就结束了 到这就结束了啊